喜欢豹子野性的花纹,有喜欢猫咪温柔的撒娇,美国的一位女士看到这种可能性,于是从1963年开始,她就着手反复试验繁育。 20多年后,一种完全符合人类美学的宠物猫诞生了,孟加拉豹猫。 这种由孟加拉野生的猫和埃及猫混种培育出来的可爱小猫,经过一次次优中选优的繁育,到了第四代,身上只剩下极少部分的豹猫血统。 这时的她们舍弃了野生豹猫的豹脾气,多了些宠物猫的柔和温顺,开始正式踏足人类的生活圈,并且得到了TICA的认可。 她们体型修长结实,姿态自信而优美,耳尖圆润,鼻梁较直,却有一个非常轻微的内凹曲线,略显方形的嘴巴从侧面看和鼻尖成一条直线,再加上那中等长度的粗大尾巴,到真相之从零来的小豹子。 身上的豹猫也是应有尽有,玫瑰文和大理石文分得极细,但是要说到哪种斑纹好,还是要看个人喜好了。